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是两把菜刀起家 后来当军长 代艺军人 我们现在有几百人 还怕半步起来吗 我们第一次听说贺龙这个名字 还是从小学校的课本上 这就是文明天下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八毛镇严局的旧址 如果没有八十年前贺龙的那番壮举 这个深藏在湘西大山深处的小地方 也许永远没有机会在今天的电视上出现 整整一个世纪前 在一个贺姓贫苦农户家里诞生了第四个孩子 这就是后来叱咤风云的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 他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 清政府的腐败 大小贪官污吏的盘剥压榨 日以贫苦的家境 使幼年的贺龙早早饱藏了生活的艰辛 于是在遥远漫长的山道上 奔波劳碌的马帮里多了一个十四岁的小骡子 八毛西是桑植西北方向的一个小镇 四面环山有一条河流过 是来往克商的必经之路 这条路是通往湖北的一条要道 北洋军阀政府为盘剥来往的克商 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盐税局 收取罗马运盐巴的税 这是一道鬼门关 贺龙当时经常赶着骡子在这里经过 饱受他们的盘剥 贺龙带着二十一个人 把这个大门用树干撞开 从这个盐局夺了十二条毛色枪 用这两把菜刀组织起丧旨桑原明军 以响应菜鳄在云南起义的护国战争 贺龙的国民生涯就这样传奇般的开始了 护国陶原的浪潮席卷大半个中国 短短的元皇帝一命呜呼 然而民族的屈辱命运 和劳苦大众的悲惨境地 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 大小军阀之间接连不断的兼并战争 依然涂炭着中华大地 丧直县陶原护国军总指挥贺龙 所能够做到的就是为当地老百姓办些好事 由于贺龙在护国战争中的声望 大小军阀都纷纷企图把他拉入各自的体系 1922年贺龙率部入川 任川东警卫旅旅长 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四川军阀部队作战 此年九月攻起福林 重庆附近的长江江面上出现两艘 高悬着太阳旗的日本轮船 为吴佩孚方面的军阀军队运送军火 吴佩孚和他的日本主子 本来以为没有什么人敢拦日本船 可这一回他们碰上了贺龙 结果不言而明 贺龙当仁不让地收到了这批送上门的礼物 企图顽抗的日本船长被当场击毙 掏声作证 西洋为平 此举充溢着中国人不畏强权的浩然正气 在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 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实质有了新的活力 共产党人的救国救民主张和所作所为 越来越强烈地感召着贺龙 唤起他心底的呼应 1924年12月 身为北伐先锋的贺龙所部攻克湖南利州 从此他又被命为川军第一军中将师长 利州镇首使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决定再次新兵北伐 同年7月 贺龙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 贺龙被任命为师长兼湘西镇首使 当月18日 北伐军向驻守长德的北军发起总攻击 贺龙率部对优势之力发起顽强进攻 经过惨烈战斗取得了关键的胜利 在这期间贺龙结识了后来成为亲密战友的共产党人周一群 在北伐中他对共产党人的认识更深刻了 开始萌发出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1926年底贺龙所部被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 并遗失鄂州黄港一线 就在北伐捷报平传中原指日可下之际 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终于对共产党人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他还派人策动军队脱离武汉国民政府 这时贺龙面临的不仅是宁汉之间的选择 更是拥奖反共或是和共产党人携手并进的两条道路的抉择 毫无疑问贺龙一无反顾的选择了后者 他自觉的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 1927年5月武汉政府再度挥施北伐 贺龙率领独立十五师所向披靡 逍遥镇大捷攻克许昌 占领开封以血的代价赢得胜利的辉煌 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同时 一股反革命的逆流正在发展 武汉政府终于不蒋介石的后尘 也公开的背叛了革命 北伐军内昨天还对准敌人的枪口 今天已转向了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 1927年6月独立十五师扩编为第二十军 军长贺龙奉命率部回尸武汉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酝酿第一次武装暴动 而张发奎电邀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 企图解除他们的兵权 淹水停判一场关系革命前途的谈话 正在进行着 贺龙叶挺与叶剑英断然决定不上庐山 即日开赴南昌 1927年7月27日 第二十军全军集结于南昌 在军指挥部的小楼里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宣布了一项决定 委派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 若干年后 贺龙元帅重游此地时说 我原以为杀父济贫就是革命 后来就一直追随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的党 最后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 我贺龙就是钢刀架在脖子上 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 只要共产党相信我 我就别无所求了 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这幅著名油画表现了当年 那个伟大的夜晚和黎明 成为历史的见证 7月31日下午 贺龙召开二十军 营以上军官会议 传达了前委的最后决定 8月1日凌晨起义 一个伟大的时刻 终于临近了 这场战斗震撼着整个世界 卖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步 历史将永远铭记八一这个日子 在我们人民军队血染的战旗和军徽上 八一将代表着永恒的辉煌 贺龙回忆南昌起义时曾说 当时我们有三条出路 一是解散队伍 大家都回老家去 这是死路 二是跟着蒋汪去干反革命 这也是死路 那么只有走第三条路了 那就是跟着共产党 跟他们干到底 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同志回忆说 贺龙同志当时对我们讲 革命不会一帆风顺 我贺龙不怕失败 失败了就再来 其实他聊聊术语中 包含了贺龙多少难以言传的复杂经历 南昌暴动在取得胜利后 遭受强大国民党兵的围攻 8月3日起义军开始执行原定计划 陆续撤出南昌城 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撤出南昌 瑞金这座小城 在这里贺龙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选择 就在起军转移的路上 他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他追随着共产党直至生命的终止 这是一次空前悲壮的历程 一路苦斗到江西福建到广东潮汕 用生命打开了一条血路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会退缩 他们要用曾经有过的瞬间辉煌 去照耀一个全新的中国 去铸造一支无敌的军队 1927年11月 根据党的决定 贺龙辗转经过香港 来到白色恐怖下的上海 此时国民党正用十万大洋的悬赏 要他的头颅 可他却对周恩来说 队伍打散了 我一个人来见你 真不甘心 我就不信打不赢蒋介石 让我回湘西拉队伍 我要卷土重来 1928年1月 贺龙与周一群 秘密踏上了去武汉的轮船 1928年2月 贺龙回到阔别数年的故乡 湘西三指洪家关 青山依旧 西水长流 听说贺龙回来了 四乡百姓像听到 号角的召唤一样 鼓约儿童地聚集起来 他们钦佩的这位 北伐的勇将和南昌旗的首领 贺龙对大家说 我要把话讲明白了 这次回来和过去不同 是干共产党 是搞为工农大众 打天下的革命军 想跟我贺龙升官发财 办不到 要吃苦 要牺牲 不愿干的可以走 但是有一条 不准反革命 就这样 在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诞生了 一面血染的红旗在白色恐怖中 骄傲的飘扬了起来 然而 仿佛贺龙注定要历经磨难 弱小的红四军在敌人的围剿下 连连失利 转入高寒山区 部队缺一少粮 漫天风雪 漫天愁 就在此刻 大姐贺英送来了粮食弹药 更重要的是 给贺龙带来了精神的鼓舞 在挫折中思考的贺龙深切的认识到 必须在部队中确立党的领导 就这样 贺龙对失败后的红四军进行了深入整顿 在部队中形成了党的坚强领导 从此红四军成了一支脱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队伍 到1929年6月 贺龙指挥的红四军先后攻占乡恶西重镇 和封丧直 红军扩展到三千余人 至此 乡恶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革命形势的发展 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度惊慌 大量军队开始围剿新生的革命政权 在贺龙的指挥下 红四军打了一系列的漂亮的歼灭战 南岔之战 赤溪之战 都以空前的胜利载入了红四军的光荣史册 在作战思想上 贺龙元帅在红军还十分弱小的时候 就能够成功运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打歼灭战 取得了红四军初创以来空前的胜利 如1929年8月 红四军为了扩大湘西根据地 必须清除向大雍辞力发展的障碍 贺龙对家乡非常了解 对敌人内部的矛盾也非常了解 他成功的利用了敌人的矛盾 借用了当时的旧部吴玉林团 来攻打西教乡的反动头目熊向西 达到了巩固根据地的目的 1930年7月 红四军突破层层围追堵截 与厄西红六军胜利会师 成立了贺龙任总指挥 周一群任政委的红二军团 1930年9月22日浮晓 贺龙指挥红二军团一举攻克 阻塞红湖根据地南北通路的严历城 歼敌两千余人 打通了京江南北 湘西厄西根据地 取得了红二军团成立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这次胜利不仅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 也加强了红二六军团的团结 进而 红二军团又攻克了绵羊 及附近的一些城镇 此时 红湖革命根据地纵横数百里 香厄西的红色武装已达三万之众 千百年来 当牛做马的劳苦大众 第一次挺直了腰杆 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让天下穷人过上好日子的朴素理想 终于在共产党人流血奋斗中 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 我们今天也无法想象当年 红湖革命根据地 那一派红红火火的景象 我们对这一方水土的全部了解 都来自电影红湖赤卫队 但我们仍然是从 追寻贺龙和他的战友们留下的足迹 1930年10月 红二军团应中共长江举要求 渡江南征 敌人乘机对薄弱的红湖根据地 大举进犯 红湖根据地危在旦夕 与此同时 远离红湖的贺龙 正指挥主力红军攻城掠地 一路熬战 三乡大地为之震动 反动统治当局 极调优势兵力 对红二军团发起进攻 同时加强了对红湖苏区的围剿 由于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影响 贺龙 段德昌等人 回师援救红湖根据地的建议被否决 红军被动的选择阵地与敌人决战 尽管贺龙等人全力指挥 红军战士英勇奋战 主力红军仍元气大伤 1930年12月 弹尽粮绝 士气低落的红二军团 被迫转入湖鄂边的鹤丰山区 不久 根据党中央指示 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 贺龙任军长 1934年10月 贺龙 官向英 率领重线升级的红三军 在四川省印江县 与从江西出发西征的红六军团 胜利会师 在四川省尤阳县南腰界 举行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 胜利会师的大会 贺龙风趣地说 会师会师 会见老师 你们来自井冈山 来自毛主席身边 是我贺龙学习的榜样 他还说 你们千里跋涉而来 应该休息几天 可敌人偏不让我们睡觉 我们的根据地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脚板上 靠我们行军打仗来创造 到了胜利那一天 我贺龙请客 让大家睡上一天一夜 会后 根据中央电令 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 贺龙任军团长 任毕时任政委 稍后中央又决定组成 相恶川前边省军区 两军团共同行动时 由贺龙任毕时统一指挥 二六军团会师后 红军士气大增 此时中央红军已撤离江西苏区 开始了长征 为了有力侧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10月底 发动了湘西攻势 先后取得了龙家寨战斗等一系列胜利 此时 追逆会议已重新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撤离苏区以来 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央红军 又恢复了活力 而在长江以南的湘厄川前苏区 已成为唯一规模较大的红色根据地 面对国民党的权力围剿 贺龙指挥若定 率领红二六军团顽强作战 轰轰烈烈地奏响了战争交响曲中 辉煌的乐章 此人叫张震汉 国民党军重队司令中将军选 中保战斗中被我军升擒 贺龙与之常谈后 这位败军之将 对被他视为贺匪的人心悦成福 居然加入昔日敌人行列 成为红军炮兵一名优秀的教官 以后又跟随红军踏上了漫长的长征路途 1935年9月 国民党军集中140多个团兵力 采取缓慢推进步步为营 逐渐缩紧包围圈的战法 对乡恶川前根据地 发起新的围剿 试图一举消灭 这支孤悬的江南的主力红军 鉴仪局势空前严峻 红二六军团决定撤离输区 经过这座曾经彻夜明亮的吊脚楼 我们耳畔仿佛听见了 伟大远征即将开始的号角 长征结束后的一天 毛泽东在延安一孔窑洞前对贺龙说 你们出发一万多人 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 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是个大经验 要总结 要学习 1935年11月19日晚 红二六军团开始成晚突围 突围次日 红军一举突破零水防线 第四天又抢渡沥水成功 从而迅速的控制了湖南东西部的广大地区 成功的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不出贺龙的预料 红军连连告捷 老蒋 慌了手脚 急调重兵 回师相中 此时贺龙的战略思想又进一步升华了 他认为不必急于甩掉敌人 而应该把东渡滋水的声势造得更足 拖敌人兜大圈子 只拖得他人困马乏 再转进贵州 在贵州石仙地区 安安稳稳地迎来了1936年 就是靠着这一双双的草鞋 红二六军团才从突围时的险境 转为节节胜利 战争的主动权才开始掌握在自己手中 由于石仙地区地基民贫 严重缺粮 同时地形又不利于我军打运动战 红二六军团决定在前夕 避节一线建立根据地 此前贺龙指挥部队石东石西 又一次调动疲于奔命的大批敌军 老老实实地按照我们的战略设想行动 红军在前信一代 不仅得到了长征出发以来第一次较大的修整 还红红火火地创建了川边前省苏维埃政权 这更加激怒了国民党政府 蒋介石亲临贵阳组织了120个团的兵力 围剿红二六军团 与此同时 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主动撤离避节 转入天寒地洞 渺无人际的乌蒙山区 后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 毛泽东曾说 你们在乌蒙山里打转转 不要说敌人 连我们也给你们转晕了头 就这样 贺龙率领一万多名饥寒交迫的红军 在气候恶劣的崇山峻岭和多路追兵围追堵截中 进行了历时一个月的回旋作战 期间 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杀了一个回马枪 几乎生擒敌军重队司令 红二六军团决定 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由于前有拦截 后有追兵 渡江之路困难重重 贺龙指挥部队突然掉头南下直逼昆明 先头部队甚至前出到昆明仅15公里处 完全是一副攻打昆明的架势 驻守江防的边军主力星夜回元 敌军又一次乖乖的按照贺龙的指挥行动 敌人极如星火的赶向昆明 贺龙却率红军从容的分兵西去 以日行百里的速度 势如破竹 横扫颠西 几乎每天攻占一座县城 带敌人回过神来 红二六军团 一万七千人马 以全部从容不迫地渡过了极流汹涌的金沙江 蒋介石绞杀红二六军团 与金沙江盼的如意算盼 彻底落空了 一路横跃 乡恶川前边的红军勇士们 顺利地进入了康藏高原 此时在前面等待他们的是连绵的大雪山 无边的水草地 六十年过去了 时至今日 我们谈起长征这样激动的话题 脑海里浮现的总是红军战士 爬雪山过草地的情景 的确 在那艰苦而壮烈的伟大远征中 雪山草地确实是我们付出重大牺牲的所在 无数在枪林弹雨里 九死一生的勇士 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 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7月1日 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根据军委命令 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 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贺龙任总指挥 任毕石任政治委员 这时张国焘正在党内和红军里大搞分裂活动 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 刘伯承等处境相当困难 贺龙任毕石率部来到之后 他们与朱德刘伯承等一起 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 为促成二四方面军北上做了不懈的努力 1936年9月 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抵达哈达浦 这样三支主力红军且战且进 日益接近 终于形成了会合之势 十月完成了长征途中最后一战的红二方面军 强渡魏和在将台府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从此红二方面军历时一年 形成两万余里的战略远征宣告结束 陕北高原张开热情的双臂 拥抱贺龙和他英雄的战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 向中国内地步步逼近 扣身祸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1937年2月 中共中央出于团结抗日的真诚愿望 向国民党提出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 8月 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贺龙说 我们是民改性不改 我们的心永远是红色的 就这样 贺龙从二方面军总指挥 转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 1937年9月2日 八路军120师在陕北庄里镇出发 数日后全军东渡黄河 进入局势已十分危急的山西省境内 随即120师打响了燕门关 杨灵库等一系列战斗 翻开了120师抗战史的第一页 这块贫瘠的黄土地 就是毛泽东让贺龙 挥舞抗日火炬的舞台 1938年1月 贺龙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 一同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将领会议 蒋介石曾经问贺龙 当年为什么不当军长 而去参加共产党的暴动呢 也许这位蒋委员长至今还没有想通 天下竟有人不喜欢高官厚禄 其实只要他懂得一点共产党人的逻辑 他就绝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是一群彻底的为劳苦大众的利益 而忘我奋斗的人 抗战的号角已经吹响了 在华夏大地 在黄土高原 在近西北 一道铁血长城 正在呐喊声中 向伦亡的国土延伸 1938年2月 有声有色的铜湖铁路破席战 在贺龙的指挥下展开了 铜湖铁路破席战尚未结束 粉碎日军进反进西北行动的反围攻又打响了 120师依然孤军投入了惨烈的战斗 短短的一个月内 120师取得了连克七成的辉煌胜利 根据党中央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他们从近西北挺进千里 到冀中地区 与吕正操领导的冀中部队 胜利会合 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 贺龙采取以一部恶手要点吸引敌人 在集中兵力对敌实行反包围的战法 歼灭日军700余人 战斗中贺龙深重敌人 释放的毒气仍然坚持指挥 极大的鼓舞了士气 面对日军来势汹汹 规模空前的围攻 贺龙深知第一仗必须打好 打胜 打出八路军的八面威风 必须尽快抓住敌军的弱点 抓住转瞬技师的战机 同时充分把握自己可利用的条件 凭着长期丰富的战斗经验 和敏锐准确的观察力 120师在出战的一个月内 连战连结 赢得抗战冀中平原上前所未有的大胜利 连战连结 当地的人民群众形容贺龙 是活的龙 在必将涌垂史册的 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海洋中 这条红色的龙如鱼得水 正在敌后的抗日战场 书写它光辉生涯的最新篇章 1939年底 闪甘宁边区与山西的卡古根据地 同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 1942年3月 正当贺龙在已经扩展为 进随黄土地轰轰烈烈 开展着新局面的时候 延安向他们发出了召唤 毛泽东一旨命令 他成了闪甘宁进随五省联防军司令 主持闪甘宁与近西北两区的 财政经济建设 作为西北地区八路军最高长官 他的心头压着国民党封锁边区的 五十万大军 对于贺龙来说 最困难的命题永远是最新鲜的挑战 党中央就在他的身后 他想成功地保卫边区 不论从战火连绵的进西北 调遣有限的兵力外 唯一的出路就是迅速提高边区部队的 脱颖脱颖而出 满怀失情的毛泽东看完汇报表演后 笑容满面地说 今后每个战士都要练成贺龙这样的头弹兽 那时我们就会无敌于天下了 如果说练兵打仗是这位老总的看家本领 那么当家理财对他则是考验了 1949年2月 贺龙等人从延安前线前往西北坡 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此刻尚未踏入京城的中共领袖们 已经在考虑夺取全国胜利后 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与总认为 他们为之奋斗血战的伟大理想 出现在那并不遥远的地平线上 此时我们的红色武装 已不再是两把菜刀或者大刀缩镖了 也不再是小米加木枪 我们已是拥有数百万大军的一支钢铁禁驴 已经拥有了一次消灭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成功经验 已经可以自豪地向世人宣称 正义的力量将无敌于天下 辽审战役 平津战役 淮海战役 国民党政权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 土崩瓦解 北京 天津 长春 沈阳 一座座大城市 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949年4月 人民解放军一举突破国民党的长江防线 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 1949年10月1日 一个伟大的声音 幻想了沉睡千年的中国大地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台国大典后 中共中央正式决定 由贺龙挂帅进军川北 会同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 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 吹响了进军大西南的号角 与此同时 二野大军日夜兼程 以大迂回的动作取到湘西 鄂西直出贵州 由于贺龙不温不火的 把握着秦岭战役的火候 所以蒋介石一直没有觉察出 我军真实意图 是通过湘 鄂 秦川 迂回重庆 成都 切断胡宗南集团南窜的退路 此时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二野大军 一路披靡包抄过来 而贺龙仍然控制着十八兵团的进军速度 为未来的大举追击领先枯平了道路 十二月三日 刘邓急电贺龙 二爷已到预定位置 南北夹击的最佳时刻已经到了 贺龙笑了 他等待的正是这一天 于是十八兵团以日朝百里的速度 三路追击直插四川 十二月十七日 我军占领著名的天险建盟官 至此成都平原遥遥在望 完成潜行合围之事后 政治争取成了瓦解敌人的有力武器 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军发起成都战役 短短数日内穷途末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宣布起义 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 终于全军覆没 刘伯承和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贺龙的功绩 1950年初 党中央发出了进军世界污几的命令 具体组织策划这个伟大壮举的重任 落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肩上 他面临向西藏进军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 调动各种武器装备和粮草物资 来保障进藏部队的需要 同时通过各种渠道 细致的了解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情况 兼任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 当时很精辟的把千头万须的工作概括为两句话 这就是政治重军事 供给重战斗 毛泽东又提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基本战略 于是向来雷厉风行的贺龙迅速的调集起整万人的驻路大军 不惜一切代价在重山峻岭中开拓着向世界无极进军的道路 就这样 后来被称之为金珠玛米的解放军 一路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一步步接近了这片神奇血域的高原 整个西南都被贺龙调动了起来 职员进军作战部队 身为军区司令员的贺龙 对进藏考虑的更是细致入微 诸如营养食品配比 防冻的药品 甚至连新设计的军帽挡不挡风这样的细节 他也一一过问 按照和平解放西藏的预定方针 我人民解放军从东南北三面 接近了西藏的门户昌都 成功地发起了昌都战役 此时西藏封建统治集团 随之发生了动摇与分化 和平解放西藏已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 不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协议 西南军区首长贺龙邓小平命令进藏部队前进 第一梯队于1951年10月26日 进入阳光之城拉萨 从此五星红旗在这块地球上最高的土地上 高高飘扬起来 为了把西藏同祖国内地密切的联系起来 迅速推动藏族人民摆脱中世纪的贫困 必须尽快地修筑通往西藏的公路 这又是一个艰巨异常的任务 为了百万农奴的彻底解放 我们的党下了决心 贺龙更是斩钉截铁地说 西藏公路不但要坚决修 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 他亲自勘察公路路线并调集精兵强将 组织未来的驻路指挥部 从全国调集大批物资 保障驻路部队的需要 1954年12月25日 西藏公路这条内地通往拉萨的第一条大动脉 终于全线贯通 这样弃破雄伟艰巨而又浩大的工程 是我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创举 从此祖国的新藏北京 遥远的康藏高原 更紧密地连接起来了 1952年9月 贺龙在大西南意外地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 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的邓小平 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请他出山就任国家体委主任 贺龙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的最新委派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能够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形成今天这种心心向荣 立足于世界体育之林 其中倾注了贺龙同志大量的心血 大名鼎鼎的八路军 120师篮球战斗队 就是他一手创建发展起来的 体育在他的眼里实在是一种特殊的催化剂 一种把物质因素升华至于无限的精神力量的催化剂 艰苦战斗之余 活跃的体育活动不仅能增加士兵的体制 还能振奋他们的精神 当年在贺龙出掌体坛率印时 看见的是一片荒凉 就中国体育事业的落后实在是令人目不忍睹 至1948年 中国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得过一枚奖牌 中国还没有一支健全的运动队 中国人只有一顶东亚病夫的帽子 对贺龙而言 和平时代的体育是一种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 一种让所有中国人在世界上高高昂起头颅的民族精神 一大批精兵强将在贺龙的召唤下聚集起来 开始向振兴中国体育的目标进发 这支奖杯凝聚了中国人第一次胜利的微笑 1959年 荣国团立刻群雄夺夺了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 从此打开了中国体育迈向世界一流水平的大门 然而庆功宴上的酒杯刚刚放下 贺龙又向小将们下达了新的任务 那就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打好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乒乓球锦标赛 许多经历过那个夜晚的人至今难忘那激动人心的场面 无数炎黄子孙流下了欢乐的泪水 一时间那些勇于拼搏的年轻小将成了真正的民族英雄 也许有人无法理解这个民族可以把一场比赛看得如此之重 那么且去翻一下这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吧 那你就会明白当徐阴生十二大阪打天下的时候 为什么会苦天同庆举国欢腾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辩证法 这就是中国体育事业对我们国家民族特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体育这种起源于人类对于自然及自身挑战的活动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 它已远远超出了它的既定范畴 成为振兴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强大推动力量 这对于正处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封锁之中的中国人民 不仅仅是需要的 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贺龙适时地把握时代的脉搏 掀起了一场振奋民心的体育高潮 从此中国体育肩负着空前光荣的使命 成为时代桥头上夺目的一面旗帜 新中国体育事业稳固前进的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人敢用东亚病夫这个字眼来欺负中国人 China 中国已经成了地球上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鲜艳的五星红旗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赛场上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走向正规化 现代化的发展过程 解放军建军史上一个最光辉的时刻来临了 1955年9月 贺龙与朱德彭德怀等十人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这前所未有的庄严时刻 这些为共和国的诞生屡创辉煌的元帅们 也走向了自己生命历程最辉煌的时刻 身为共和国元帅兼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 除了继续以很大的精力领导着国家体委之外 还参与了大量的国务院外交活动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以及许多友好国家都留下了他那奔波的足迹和爽朗的笑声 你走过多少山川大地 你身后留下一行足迹 贺龙随着他的老战友周恩来总理 忠实地贯彻着毛泽东制定的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方针 为了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 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啊 我们不会忘记 不和我的心之上 有一段传奇 啊 我们不会忘记 啊 我们不会忘记 啊 我们不会忘记 一遇唾弃的山中美景 永远可陀心里山顶 永远可陀心里山顶 你身上总有一股张气 你交换多少无名的花朵 永远可陀心里山顶 永远可陀心里山顶 啊 我们不会忘记 永远可陀心里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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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党政代表团 坚实步伐 正在实现老元帅们 多年的梦想 他明白 倘若没有一支强大的国防军 和平这个全世界善良的 美好愿望 必将是一句空话 正义的事业 必须靠铁血军魂来护卫 不然 中国的军事工业 难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经过反复思考之后 贺龙终于向党中央 提出了进行质量整风的设想 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于是一张席卷 中国国防工业战线的冲击波展开了 尽管仍然脱不开时代的局限 甚至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 但还是给国防工业 带来了关键的转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时刻 一个扬眉吐气的时刻 当蘑菇云在中国大地上 冉冉升起时 无数中国人的心头 展开了欢庆的礼花 外国人需要十年 甚至需要更多的时间 做到的事情 中国人在短短的几年就实现了 此刻 为之欧心沥血的贺老总 心里一直洋溢着欣慰 骄傲 1964年 贺龙元帅主持军委工作以后 与聂荣贞元帅 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 密切配合 做出了一系列 有关军队建设的重要决定 1964年1月 在贺龙的积极支持下 中央军委向全军转发了 叶剑英元帅 关于推广郭新福教学法的报告 于是全军上下展开了 学习郭新福教学法的活动 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 曾使贺龙尝到大练兵的前头 所以他对深入推广 郭新福教学法 在全军苦极练兵尖子的经验 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在兴致勃勃地看了军事表演后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周恩来更是高兴地说 把兵炼成这样子 再把民兵也炼好 那就任何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了 毛泽东的肯定是贺龙得到莫大的鼓舞 为了进一步推广 与普及练兵尖子的经验 马不停脸地奔波在祖国大地上 曾经在战场上蓬勃燃烧的生命之光 又一次焕发出夺目的光辉 我们的国家在前进 我们的军队在前进 一幅辉煌的画卷在徐徐展开 现代的中国正在召唤我们 这位为我们的事业 日夜操劳的共和国元帅的脸上 却悄悄布满了咒文 布满了岁月与辛劳的印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